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我是张远辉 我是台湾大学物理系的教授 欢迎各位来参加 这个叫做推动文明的科学巨轮 从子兰车到太空船的第二个演讲 叫做婴儿有什么用 谈电器时代的降临 这个题目很有趣 叫做婴儿有什么用 我记得我当年大学考上物理系 那个是我的志愿 我就是想念物理 然后我妈妈就问我说 念物理有什么用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太知道 我学物理就是因为我觉得 那个时候 我们有很多人就是 他从高中的时候他就很爱物理 然后他就是要念物理 有这种人对不对 我不是 我是那一种就是说 好 我们那个时代的宿命就是你要念理工科 对不对 基本上男生 你就是要念理工科 OK啦 反正我数学也不错 那我对这个世界很有兴趣 但是所以我就想说 嗯 我要念理工科 我要念什么呢 好 我觉得我要了解这个世界的话 OK 你一定要懂自然科学 因为科学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太大太大了 我们今天几乎所有的 就说整个社会的行为 模式 其实呢 并不适合我们自己决定 而是由科技来决定的 我们会怎么生活 我们跟别人的交往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你要了解这个世界 你就要去了解科学 要了解科学的话 那你当然就是要了解物理 因为物理是就是说科学的基础 好 那经过了这么快40年了吧 我现在可以回答 就是说物理有什么用 其实这个是我们以前 前一阵子我们在招生宣导的时候 那通常呢 现在这个事情都很有趣 台大物理系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系 就是学生来了 有很多就是我要念物理 我要念物理 然后爸爸妈妈就说 嗯 我不知道我的孩子要念物理 为什么要念物理 OK 那我们那个招生宣导会 其实就是跟同学的父母亲讲说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说学基础科学这个东西 你学到非常非常基础的东西 然后你会知道 就是说自然界非常非常的美丽 然后呢 他给你就是说最最基础的训练 所以我说 开玩笑我就说 哎 没关系 其他的领域的人都能讲 我虽然没有学过 但是我听一听我通常大概也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 因为几乎所有学问它的基础就是物理学嘛 力学啊 电磁学啊 OK 甚至近代物理学啊 量子力学 所以其实我说跟他讲说 哎你们来念物理系 其实你不一定要变成物理学家 但是呢 你在大学的时候把最难念的东西都念完了 你以后出去要念什么 其实都可以的 OK 那有很多东西真的是 你真的不知道就是说你念了要干什么 比如说 像量子力学 好像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OK 那他马上就有关系了 因为你谁也想不到 最近就出来了一个量子电脑 OK 而且就说本来我也不看好这个东西 我又觉得就是说 那里面还有太多太多问题 但是这两年的发展就是惊人 我们以前都时常讲说 哎你可以做出一个cubit 一个量子位元 两个量子位元 但是有很多问题真的很难解决 结果 双一下 IBM现在已经提供53个量子位元 OK 让你可以做量子计算 OK 所以这个就是说 这个题目很有趣 就是说 这其实就是科学研究 尤其基础科学研究 很多人为什么说 很多人都会说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OK 就是 就是他因为他有趣 因为我不懂 OK 然后我就觉得去研究它 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但是到了后来你会发现 其实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用的东西 到最后其实都是最重要的东西 因为就是说你已经知道的东西 你就已经知道了嘛 你能够做什么你就知道 只有你不知道的东西 你不知道它要干什么用了 它才可能是未来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的 最主要是电器时代的来临 那个完全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从灯 OK 从什么 从马达 OK 从 比如说 那个 无线电 OK 到现在的手机 所有这些东西 无线传输 OK 这完全就改变了 我们 那个 的生活方式 OK 那今天 要跟我们讲 这个题目呢 是 高重文教授 高重文教授 是我们台大物理系 毕业的学生 然后到马里南大学 拿了 不是学位以后 做过一些 其他的工作 那他现在是 中原大学物理系的教授 那 那 所以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说 乐心的一个 科普的 那个 作者 OK 你看 他 就是他等一下要 送给 各位的 一个叫做 安斯坦冰箱 的书 等一下会送给各位 那我们等一下还会有抽奖 是这本书 叫做 《物理双月刊 黑洞》 OK 这个我最近 看到我的同事 OK 就很开心的说 这本书现在在博客来里面 杂志类 销售第一名 OK 我觉得就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啦 因为都是大学教授 跑出来 OK 用自己的那个 然后这本大学 在《物理双月刊》里面 有很多文章 就是我们高教授写的 OK 他是 《物理双月刊》他 说他两个礼拜要写一次 后来写太多了 写到 他们跟他讲说 我没有钱付你稿会了 所以他真的很会写 OK 而且写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他 所以我们今天 欢迎他来跟我们讲 就是说 变弃时代来临的一些故事 谢谢各位 我们欢迎 我们欢迎高教授 感谢主办单位邀请 事实上 也感谢刚才 这个张老师的 这个 引导 那么 今天很浓信 来到这边 担任这个讲题的讲员 我选择的题目是 因而有什么用 谈电器时代的来临 那主办单位 原先是希望我讲一些 就是电池 电池学造成的 这个文明的影响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演讲的这个主题呢 叫驱动文明的科学巨轮 从子兰车到太空船 那当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奇怪这个题目应该找 电机系的老师来讲 怎么会找一个物理系的呢 那后来我就在想 其实这个 我把这一次的演讲 因为电这种东西 其实大家举目所望都看得到 是非常亲切 非常熟悉 好像这个题目 好像是很容易讲 好像也很难讲得好 因为好像你很难讲出新观点 那所以我希望我这次的演讲 把重点摆在文明两个字上 也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新的科学的一个进步 它要变成一种技术 变成一种商品 到最后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 它需要走过的慢慢长路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有 启发性的一个 一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重点放在这边 那 很不好意思的是 这个演讲是相当阳春的演讲 没有演示 上一次戴老师好像还有内兰机的演示 那不好意思 我这个连动画都没有 就是完全就是PPT 那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有趣的观点 让大家一起来思考 那当然刚才张老师讲得很好 他就说其实我们念误题的人最讨厌的就是人家问这个问题 那么很不幸的这个问题一定有人会问 那么我在学校担任这个一个高能中心的主任 那每个学期都要写报告 每年都要写报告 写到报告最后就要总结我们有多少专利 那第一次写报告的时候呢 学校就说你怎么都没有专利啊 我就想说我高能中心要是有专利那事情就严重了 他完全不知道高能物理是什么 但是的确没有错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物理学家一定要去面对的 那么特别是法拉第他们英国的传统 科学家常常需要做的是公开的演讲 而不是像这种问题不会出现在法兰西科学院 因为法兰西科学院不会有一般的人跑进去听的 但是英国他的科学传统 他很重视科学跟一般的人之间的互动 他的实用性等等 所以当法拉第做了他非常有名的电池感应的实验的时候 他公开的示范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 事实上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就是有一位女士就问他说 这有什么用啊 那法拉第的回答是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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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法拉第的回答是新生的婴儿有什么用呢 新生的婴儿当然各位不会觉得新生的婴儿 你不会去问新生婴儿说你有什么用 你得等他长大吧 对不对 那事实上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这样就有人问说 一样的问题啊 但是这次是一个 gentleman 那法拉第的回答说 那法拉第的回答说 是在1800年的时候 意大利的科学家福特 福特 他发明了电池 这件事情可能大家觉得 so what 但是其实发明电池在人类的科学史上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可以有稳定的电流 以前的话你顶多有莱顿瓶啊 啊 事实上在18世纪的时候 17 18世纪的时候 电学实验就已经有了 但是电学实验通常是给贵族看着哈哈笑的 就表演被电到了 这一类的 那么但是有电池之后呢 事实上很多的发展就跟着电池出来了 首先的是在1820年过了20年以后 丹麦的科学家俄斯特 他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就是电流会生磁场 那到了1827年的时候呢 德国的科学家 各位可以看到到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啊 意大利人 丹麦人 德国人 那么德国的科学家欧姆发现了欧姆电率 他发现电阻啊 电压啊 电流的关系 那么再过来一个最重要 在这个 在这一些的这个成就里面最重要的 使用价值最高的 就是法拉第在1831年 他发现 磁动也会生电 因为电流会生磁 事实上大家一直在怀疑说 那磁动是不是生电呢 但是呢 磁动会生电 但是那个生出来的电 事实上是不稳定的 那么再过来的话 1840年 韦伯他们开始去测量世界的地词啊 等等各种的发展 那么再过来 1865年 马克思威尔 我们通常现在标准的翻译法叫做马克思威 但是我还是喜欢把它讲成马克思威尔 比较像咖啡的名字 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 事实上他把过去的电池的一个理论整理之后呢 他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事实就是 电跟不但跟磁是有关系的而且跟光学是有关系的 在他之前光学是光学 电学是电学 磁学是磁学 后来电池有关系 但是电池学跟光学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马克思威 他大胆的宣称啊 其实光就是电池波的一种 那到了1888年的时候 那德国的科学家赫兹就更厉害了 他制造出 用震荡的电流制造出 微波 就是说波长相当长的电池波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会提到的 你需要知道的电池学 就这样子 事实上这些绝大部分 除了电池波以外 其他部分啊 我就我的印象 我国中的物理化学都有讲 我是不知道现在国中物理化学叫什么了 那我们以前考试的程度 佛来明左手啊 你不要比到右手去啊 安培右手定折 然后你考试的时候 看到大家左手右手飞来飞去 那这个印象 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这个印象 那我们来看啊 那刚才提到的这几位 事实上很有趣的是 他们的名字都变成了电池学的单位了 那他的生成年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都是 他们主要活动的时间 就大概是19世纪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要提到的 绝大部分的事情都是集中到19世纪 顶多到20世纪中 那么20世纪中业 以后很多的发展 那不好意思啊 那后面还有其他的讲者 就留给他们了 那如果你用这个表来看的话 他们的这个 生族年月啊 大概画出来 是这个样子的 这蛮有趣的 那我们就来看啊 今天的演讲 其实我大概要分成四个部分 来去看电池学是怎么去推动文明的巨轮 那么第一个部分我们要谈到说 事实上电池学让人类的资讯的交换 从飞科传输一下子进入到用光束来传递 那也就是说 以前可能是一天几公里 突然之间你进入到1秒30万公里的这个程度 那这对人类的文明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但是可能没有特别被强调过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来谈到这一点 那第二个呢 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感受得到就是 其实电的这个发展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改变我们这个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一个 最很关键的事情就是 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大规模 而且稳定的动力来源 当然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一开始 是内兰机上个礼拜的讲题 所以在很多地方 电其实在19世纪的时候 它是跟内兰机在做竞争 那么在很多地方 事实上内兰机是取胜的 因为石油当时比较便宜 但是有些东西是内兰机没有办法取代的 那工厂里面改用电当作主要的动力来源之后 完全改变人类的产业结构 那这个甚至造成人类很大的一个 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这个形态 等等改变 社会形态的改变都跟这个有关 那第三个层面可能是大家会觉得比较亲切 那可能我也着墨的比较少的就是 事实上电的引路呢 它改变我们居家生活的习惯 各位只要抬头一看 古代的话 当然古代夜间也不是就不能活动 但是要点很贵的蜡烛 古代蜡烛啊油啊 那个都不便宜 而且很多烟 那我们今天光是夜间照明这件事情 这就改变了我们的居家形态 那当然电家电产品 那改变得更大了 那除此之外 事实上大家可能比较忽略掉的是 电也影响到我们的艺术表达 跟我们保存记忆的方式 这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那最后一个层面呢 大概我们在讲电器时代的人 通常都不太会去谈到 但是我觉得应该把它放进来 因为文明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看得到 文明跟自信的交易有关 文明跟你这个动力的来源有关 文明跟你的生活舒适的程度有关 但是文明也跟创造知识有关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常常说就是文明不断在进步 因为我们不断在创造新的知识 但是知识转化成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共有共享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希望从这四个角度来去看 那么首先说来看资讯的交换 那我刚才特别提到光束 那这是当然来 这个我们今天可能很难体会古代 那个一封信 我想现在大家已经很早在写信了 对不对 以前我们当流学的时候就要写信 感觉就每次都等信 那种心酸跟乐趣 现在人已经慢慢没有在体会了 现在大家顶多经济明信片 赫年卡 各位可以想象得到吗 其实以前人类主要的资讯的交换 就是靠书信 如果你有兴趣你去读十七世纪、十八世纪 这些科学家的辩论 大家都慢慢来的 都是写信的 有的人一辈子写的信 哇 叠起来好厚 跟人一样高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 那为什么呢 事实上这就是电磁学改变我们整个人类社会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 那么首先 我们把时间拉到1833年 1831年的时候我刚才讲过 法拉第他就发现了 电磁感应这个效果 很快的就有人了解到 事实上是两位非常厉害的科学家 高师我想大家都听过 韦伯可能比较少人知道 那他们在哥廷根呢 在1833年的时候 他们就第一次架了电线 然后叮叮当当 他们开始传递了一些讯号 那这个是有记录以来 大概是最早的 可以称之为电爆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 各位 科学跟变成是商用的 可以成为有价格的东西 有价值的知识 变成有价格的商品之间的距离 其实是蛮遥远的 那么电爆是一个 相对来讲 很快就成为商品的一个东西 事实上各位可以看得到 1837年的时候 我相信大概 在座没有多少人看过这个东西 我也没看过 我只在网路上看过 这叫指针式的电爆 那换句话说呢 你只要能够架 两个地方架住电线 我这个电线呢 我只要 传输我这个讯号过去 我可以让它指针往右转 或者往左转 靠着指针左转右转呢 我就可以指出一个字 那当然一次你只能传一个字 所以这个当然 以今天的角度来看 哇 那也是慢到不得了的一种方式 可是古代来讲这不得了啊 各位你可以想象得到吗 以前的话大家就是 写信然后这个马车 带着 对不对 那 商用的电报1839年 在两个车站 在英国的两个车站开始用 因为很简单嘛 就沿着铁路就架着这个电线嘛 架着电报线 但是呢 它有几个电线呢 它有五条 它有五条 所以当然这个是 但是这当然实际上可以用 这个叫库克跟惠斯敦 惠斯通 物理系的同学们 大概就看到惠斯通 会想到啊 惠斯通电巧 没错就是那个惠斯通 好 那这是最早的电报 那可是实际上知道 只真行电报的人不多 知道 不知道摩斯电码的人 可能就不 应该就没有了 对不对 摩斯电码是非常有名 所以我们今天很少再用了 那摩斯电码的话呢 它其实是一个 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有趣的是 发明摩斯电码的人 他是一个画家 他是一个职业画家 你到网路上 还可以看到他画的画 他画得还不错哦 那他是个美国画家 那他去欧洲呢 学习回来渡船的时候 因为以前要搭船要搭很久 他太无聊了 那船上呢 就准备余性节目 那么很有趣的是 他在这个船上的余性节目 居然是一位 受过电磁学教育的人 来介绍电磁帖 所以他听了那个演讲之后 他说他 灵光一现 他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发明 可以拿来当做通讯 那的确 他就往这个方向发展 那当然你要怎么 你叮叮当当 你怎么传递讯息 所以这就是有名的摩斯电码 因为西洋的话 用拼音字母 你只要能够对应到 特地的排列 可以对应到一个字母 那你就可以协议了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 中文要变成电码 相对来讲就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呢 你也可以看到到业余的人 参与的这个科学的商品化 他马上就会遇到一些障碍 这是他原始的构想 可是他这个东西呢 能够传递的范围就有限 好 那后来他遇到贵人 他遇到他的朋友 他当时在纽约大学 教会图 那他的朋友呢 化学教授呢 认识了当时的 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 美国在19世纪 没有几个科学家 顺便讲一下 那么 Joseph Henry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 因为他可以说 你可以想象得到 你周遭基本上 没有人知道你在干嘛 但是呢 他有很多 他发现了很多东西 事实上 跟法拉第是差不多时间的 但是因为他没有写论文 所以功劳都算到法拉第头上去了 但是亨利呢 在电报的发展里面 就帮了 这个 摩斯很多 摩斯很多 主要就是 把电力要传递出去 他用的一个所谓继电器 好 那么 这个电报后来呢 之所以能够变成商品化 是因为 摩斯他们很努力的 得到了美国国会的联邦的支持 那么 架设了从DC到巴尔地摩的这个 其实并不远啦 今天你开车的话30分钟 那当时来讲当然很远啦 那架了这个电报线的时候呢 这个 还没有正式启用之前 这个东西就 就红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要提名一位 各位可能现在不知道 美国曾经有一个党 叫辉格党 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吧 那 当时要提名这位参议员呢 这个竞选总统 但是呢 所以他就 他们在巴尔地摩开这个党大会 然后就传电报 传到华府 然后这个议员说 我没兴趣 不悬 那 再传回去 巴尔地摩说 大家非常惊讶 说怎么可能 这是谣言 就证实是真的 所以 这是他正式启用之前 就这样一个大出风头 那当然 在1844年5月24日的时候 这是第一次 摩斯就发出这个电报 而且他还特别显了这个 藏地创造了何等的奇迹 这样 今天大家很难想一下电报 是这么了不起的东西吧 那当然有了电报之后 那当然是在陆地上没有问题 可是接下来 各位不要忘记到19世纪的时候 事实上 光是欧陆 以及 英吉利海峡 两岸 就需要很多的 通讯 所以马上下一个阶段 就进入到要铺设海底电纜 铺设海底电纜 这是一个技术活 这没有那么容易 不是说 我们就把电线往海底上一撈 那很长 所以刚开始其实还好 在1850年的时候 就做到了 可以在这个 主要是英国跟欧陆之间 但是接下来 这个就不容易了 到了1858年的时候 他们第一次尝试 就牵一条电纜 横跨整个大西亚 但是这一次失败了 就是说 刚开始铺下去好像OK 用了三个礼拜以后 坏掉了 坏掉了 那么后来呢 在1856年的时候 重新再铺第二次 这次就成功了 那当然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背后 这个我们常讲 知识就是力量 大家常常觉得说 哎呀 那说说而已 真的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不够 你的电纜就是会坏掉 就这么简单 那他背后是什么人呢 其实背后是19世纪 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家 叫Lord Kelvin 这个念物理的人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热力学的大师 那么 但是呢 他之所以风作爵士 是因为他对大西洋的电缆的贡献 而且呢 这个事情就跟各位讲 科学的发展有时候就是很微妙 他当时就提了很多主张 可是当时的这个主要电缆公司呢 聘用了这位工程师叫怀特浩斯呢 他说哎呀 你不懂啦 你这个 一直是说你这个搞科学的 我们是工程师啊 你这个不懂 你纸上谈兵 结果呢 这个怀特浩斯设计果然出了问题了 那后来证明 科学家还是技高一筹 所以不要小看物理学家嘛 works ok 好 所以这个呢 最后就指出他的设计的错误 那主要就是 当然这是一个 就是你的电磁学 实际上派得上用场的地方 好 那当然 电报再怎么样 他传递的 不可能带 他就简单就是 第一个你可以想象这很慢啊 我们讲话的话 一口气长这么多字 电报的话一个字 一个字打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一步 你就可以想象得到 很多人就尝试的 要把声音 直接就是可以收听声音 这就是电话 那当然电话的这个 发明呢 事实上 你从原则拉上来讲 从电磁学的角度来看 这当然是可以做得到的 当然是做得到 所以就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问说 是谁发明电话的话 哇 那要看你是哪一国人 因为每个国家有的这个 人选不一样 等一下你会发现 无线电电报也是一样 但是呢 我们今天讲到电话 我们从小就被洗脑了 对不对 我们讲到贝尔 为什么 因为贝尔是很成功在商业上 怎么样 开创贝尔公司的人 那么贝尔事实上呢 他其实本身也不是科学家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得到 在这种将科学商品化的过程里面 业余的人 其实是有他的这个 可以着力的点 那么 他呢 他本业是什么 他本业是专门在教荣雅教育的 那他的家族事实上 他不是 就不是从他开始 是从他爷爷开始 他爸爸也是 专门在研究荣雅教育的人 所以他对天意跟语言 特别敏感 但是做这个其实也很困难 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历史上 1876年的时候 他得到专利以后 据说他是 他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又东西好像有点弄砸了 他就大喊 Mr. Watson Come here I want to see you 结果对方竟然听到电话声就跑来了 这是很有名的 我小时候读 什么十大科学家 十大画面家里面有的故事 应该是真的吧 但是我刚才讲过 你业余的人 在参与科学研究 这个科学的知识商品化的过程里面 往往是需要帮助的 所以这一次又遇到亨利了 那么这个亨利事实上 对他非常的帮忙 那么他这个电话之所以能够大出风头 是因为在有一次在1876年6月25号 在电器展的时候 亨利就对他占不绝口 然后刚好有贵人出现加持 是巴西的皇帝 各位可能不知道巴西有皇帝 对不对 有 这是最后一阵 OK 真的 那这里有一个故事就是 贝尔曾经跟亨利表示说 哎呦我好像科学知识不够 亨利就很霸气的回答说 get 就去学啊 所以常常现在跟学生讲 老师我这个不会 get ok 那么当然 这个都是牵着线的东西啊 电话要有电话线 对不对 电报要有电报线 那下一步 船只的话 你没办法牵线走吧 对不对 所以在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 横跨大西洋的交通工具就是船啊 那无线电报当然就是下一步了 那所以无线电报 当然这个是时间会比较晚 这个是要等到赫兹在1888年 他操作出无线电波 微波以后才有可能的 所以他各位可以看到出来 他是时间上是比较晚一点 那当然今天讲到无线电电报 无线电大家马上想到马可尼 因为他得了诺贝尔奖 那么马可尼呢 据称在1901年的时候 成功的从英国跟爱尔兰之间 他建了无线电塔 然后他建了天线 就船了2200公英里 那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 这是一个科学的小故事 在1903年的时候 因为他很多人对他 他这个人 大家好像对他不是太信赖 所以他为了要取信于人 特别还找了佛赖铭 佛赖铭 佛赖铭就是我们小时候 考试佛赖铭 左手定者的佛赖铭 好不容易找他的照片 那么他就请他 等于是请他来照见证 公开示范一下 非常有趣的是 这个是发生什么事情 各位知道吗 就大家在那边等 隔了300英里的 无线电报的公开示范 结果电报时间还没到的时候 就开始 接着出来是什么 赖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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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萨斯比亚的 那个是好像威尼斯商人里面出来的一段句子说 有个年轻的意大利小伙子 他是个花言巧语的骗子 原来是有骇客 所以这据称是史上第一件骇客 是有一位 有一位意大利的 是英国的魔术司间发明家 叫做马斯基林 各位找到他照片 因為他對馬可尼很感冒 所以他就故意玩弄他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得到 在科學的知識要商品化的過程裡面 因為牽扯到了利益 所以各種人性的有趣的角度都出來了 那當然無線電BanBan 還常常牽扯到另外一個非常有名的人 這個人到現在 據說在網路遊戲裡面被神化了 叫特斯拉 那麼無線電BanBan 特斯拉其實是我們後面好會再提到的他 講到電氣時代不講特斯拉 那個真的是好像三國演義裡面沒有諸葛孔明一樣 講不下去的 但是特斯拉他曾經就是得到金主的支持 這個金主就是JP Morgan 就是各位早上到今天還聽到的JP Morgan 那個投資銀行的JP Morgan 對 JP Morgan支持他給了他15萬美元 各位可以大概回去check一下 當時的15萬美元是何等的巨款 那這位特斯拉呢 他就哇 心沖沖蓋了高塔 但是怎麼樣 但是呢 晚了人家一步 馬可林先弄出來 那後來JP Morgan就不支持他了 最後他只好把那個塔給拆了 那麼 所以他其實晚年就 蠻潦倒的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好 那麼當然 這個特斯拉跟馬可林關係當然不太好 據稱馬可林大概跟大家關係都不太好 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他們關於他們的專利也曾經有所爭執 那有趣的是在特斯拉過世之後呢 美國最高法院突然判他勝訴 啊各位 難道是美國最高法院突然良心發現嗎 不是 是因為馬可林居然去告美國政府 啊 所以馬可林美國政府就把這個專利權判回去 給特斯拉 那麼 當然這個就是無線電報 那當然這個其實要講的話 無線電報在戰爭的時候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一樣也馬上派上用場 那麼據稱在這個鐵達尼號 傳難的時候是用無線電報傳的 那這個我們今天就沒有時間了 但是我們接下來來看 有了無線電這樣的東西之後 接下來對我們的生活影響很大的是什麼東西呢 我馬上想到的是廣播 廣播 那我就算到了今天 我相信當然聽的人可能比以前少 不過今天應該還是很多人在聽廣播 對不對 那麼廣播這個東西呢 事實上是1916年就有了 但是實際上呢 當然這個也是就是要建立一個廣播電台 是虛 就會引進這個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 因為這是 這等於是一種宣傳的一個利器 那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只是把它當作是 可能是娛樂用的 甚至在1920年的時候 還有女高音 在這邊高歌兩曲 但是慢慢的 到了1922年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現 廣播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會發現 1936年日本發生 226事件政變的時候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佔領廣播電台 為什麼要佔領廣播電台 那有一種震懾作用 對不對 親愛的叉叉兄弟們 你們被包圍了 對不對 所以BBC 這樣子的英國國家廣播電台 是1922年就開始了 那麼 所以英國廣播電台 那個時候只有廣播 當然廣播有調幅 調頻 這我們今天就不提了 但是接下來各位可以看得到 一開始是訊號 再過來是聲音 再過來就是影像 所以下一步是什麼 電視 那麼電視的歷史就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它有不同的這種形態 那比較早的是一種機械型的 那這一個蘇格蘭發明家 貝爾德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早期的電視 這個看起來好像壞掉的臉 對不對 那這是非常 它傳到 它傳多遠呢 它其實只是從這個房間 傳到那個房間 但是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從科學原理上這沒有什麼 聲音可以轉換成訊號 然後變成用電去傳輸 影像當然也可以 但實際上你要變成商品 那是完全兩回事 那麼電視技術的進步 馬上VBC也跟上 VBC跟上 VBC就讓貝爾德也開始 把電視也歸入他的業務 但是後來這個技術的進步 機械型的電視就被電子電視取代 那今天我們看到都是電子電視 那麼這有幾位人民可能大家比較不熟悉的 左立金 法恩斯沃斯 這個大家都不知道這個名字 但是其實今天各位看的電視其實就是 可以說某種意義上是他們發明出來的 那麼各位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我們今天講文明跟電磁學的關係 那麼電視當然是電磁學的一部分 你運用電磁學 那麼但是另一方面呢 你可以看得到技術跟歷史之間 往往會有它交鋒的地方 電視大受歡迎通常都是有一些公共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那麼1936年柏林奧運 就是第一次人類用電視去轉播的奧運會 我們等一下還會再回到來看柏林奧運 那當然柏林奧運在歷史上名聲不太好 因為它是納粹辦的 但是無論如何這就告訴你說 這個就是人類的科學進步 科技的進步它可以怎麼樣影響到歷史事件的發展 那這一個柏林奧運的這個受歡迎 在當時非常受歡迎 那希特勒變得非常受歡迎 其實當然你也不能不歸功於電視轉播 那當然電視轉播到了二戰的時候 你不可能了大家都去打仗了 那麼這個是在英國特別是在英國 英國在電視這個部分算是很先進的 那麼在1953年的時候 這個伊麗莎白二世登基 我的天啊 現在的女王還是伊麗莎白二世 天啊 真的是 這也是蠻難得的啦 各位 你什麼時候看到一個君王可以在位這麼久 據說古埃及有一個法老在位一百年 他七歲就當法老 這個傳說而已 那當然這些技術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電視學真的改變我們人類社會非常的大 我們人類的資訊傳播非常的快 但是這些傳播不一定是怎麼樣雙向的 就我今天傳給你你傳給我 可是像廣播這種東西是我廣播電台傳給你 那誰掌握了廣播電台是不是他就掌握了話語權 那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得到知識就是力量 這句話有它正面的一面 所以你要追求知識 可是也有它陰暗的一面 沒有人保證掌握知識的是好人對吧 那當然接下來的發展我想 其實我就很快的帶過就是電晶體就出來了 電晶體你看這個是我們物理人發明的 誰敢說物理沒有用對不對 一看就是又是物理 只要是物理出來的東西都大大的有用 那麼電晶體它很快的就怎麼樣 它讓很多東西的面積就突然縮小 縮小到各位你今天的手機 之所以你可以放在手上 那就是因為有電晶體 就是這麼簡單 那當然這裡面牽著到所謂的半導體等等 這裡面有很多很多物理的知識 誰說量子力學沒有用 這裡面就有量子力學 好那當然接下來大家就很熟悉 我就不用多說了 1G 2G 3G 4G 那麼這個就是技術上的發展 但是當然從物理的角度來看 這個就是已經是上個世紀的物理了 好 那麼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第一個部分就簡單的介紹到這邊 那接下來呢 那當然還是要提一下 www 寫這個的原因只不過是我到了 www創始地造了一張照片 所以順便講一下 那網路時代 我們大概講過 事實上網路時代從什麼時候就開始 從電報被發明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 那當然規模上這差很多沒有錯 但是本質上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 那這個就是你可以看得到文明跟資訊之間的關係 一旦人類可以交換資訊速度正快了以後 那很多事情就改變了 很多事情就改變了 這個其實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講個三天三夜 不過當然我們趕快進入到下一個組 下一個組其實大家就比較熟悉 就是電提供了大規模穩定的動力來源 我為什麼要特別強調穩定 因為大規模的話我們一樣可以燒煤燒炭 但是你沒有一個動力的來源能夠像電這麼穩定的 那這個是現代化工業 特別是自動化生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原來這有動化 我貼上去的時候我以為它就是禁止 那當然電池我們剛才講說183英言電池感應 所以其實基本上你如果是帶電的東西 你讓它轉呢 就是你如果線圈讓它轉 然後旁邊放磁鐵 電池感應就告訴你說你會有電流出來 如果你輸電流進去你也可以讓它轉 所以這個從電變成是洞 這叫電動機 那反過來你如果是先帶動這個線圈 讓它產生電流 這個就是發電機 那這個原理其實在1831年就出來了 但是實際上各位可以看到到 很快的1836年就出現了馬達也就是電動機 但是馬達其實一開始沒有太大的發展 為什麼 電從哪裡來 裝電池 那當然你說那時候有電池 1800年就有電池 可是電池很貴耶 事實上在19世紀的時候 電動車跟用汽油的車是有競爭過的 不過很快的用汽油的車就贏了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汽油很便宜 所以今天風水輪流長 每次看到Gogoron就想到說 真是造化弄人 對不對 好 但是接下來我們還會提到 到了這個電動機是直流電 到了1888年的時候 特斯拉發明了交流電 當然因為你可以想像 你不會一開始發明交流電的馬達 你哪裡來的交流電 你要用發電機產生電才會有交流電 早期都是用電池 所以電之所以成為一個能夠使用的動力來源 它需要的是整個系統 不是說我家就裝一台發電機 每天下去用腳踩對不對 這個當然不是 這不會改變歷史 這只會改變你的體重而已 所以我們來看 所以發電機就比較晚了 你看到1866年才開始出現 而且是誰提出來的呢 西門子 各位 你剛才看到一些名字你可能覺得很熟悉 沒有錯 西門子就是那個西門子 德國賀賀有名西門子的公司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很多時候 你說這些人為什麼他掌握這麼大的權勢 追根究底 人家值得 因為他掌握了支持 支持就是力量 支持不只是力量 而且還是財富 這才可怕對不對 好 當然交流發電機的發展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他知道1882年的時候才有進一步的發展 1866年 在19世紀來講 雖然進步的很快 不過還是以十幾年的這種pass 這種步伐在進步的 1891年的時候特斯拉取得了高頻率的交流發電機的專利 慢慢後來又發現所謂多項交流發電機 各位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據稱是1891年拍的 非常早期的一個交流發電機 應該是水利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電要成為改變社會的力量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是要形成一個電力系統 就是你不但要發電 你還要能夠輸電 然後你還可以怎麼樣 配電 所以這所謂的電力系統 那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知道 這件事情現在就蠻有名的 電流戰爭 這為什麼電流戰爭會有名呢 這小時候我們就覺得說這種事情就是 這個就還蠻窄的題目 那現在變得非常有名 因為有人拍這電影 凡是被拍成電影的東西 都突然之間就會變得非常的熱門 OK 好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電流戰爭 真的 其實一開始直流電是佔據了優勢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只有直流電可以接電動機 只能接馬達 只有直流馬達 而且當時的一個重要的人物 艾迪森 他就全心全意都在發展直流電 直流電當然還有一些好處 比如說他當時主要的熱銷商品就是電燈 電燈 他專他的直流電不是很好嗎 等等 所以直流電在一開始的時候可以說是佔盡了優勢 甚至艾迪森還發明了一種電鍍錶 那個電鍍錶 只能裝直流電的 所以你要買的話只能買直流電 艾迪森只供應你直流電 所以這個整個過程來講 其實當然還有些串連並連這些問題 我就不提了 但是這個局面開始改變 而這個改變的來源來自於歐陸 雖然說我們講電流戰爭都在講美國 可是其實歐洲在整個科技文明的進步來講 其實一直都扮演重要角色 1884年有三個匈牙利的電器工程師 他發明了單向的變壓器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而且他們還發明了交流的電鍍錶 他讓交流電突然之間感覺起來是可以跟直流電競爭 然後這個時候有人就看準直流電有商機 那這是誰呢 George Westonhouse 那他就是大老闆 我們今天講西屋對不對 就是他開創的 那麼所以呢 他就開始找了很多人開始發展交流電 那其中最重要的人物當然 特斯拉 那麼 但是呢 Westonhouse知道科學家有時候有點難搞 這些創意十足的人很麻煩的 所以他買專利買得很小些 他買了很多不同的專利 他買了這個 意大利的發明家發明的感應電動機的專利 還買了其他很多的專利 免得這個到時候起了糾紛 所以各位可以看 其實專利制度 我後來回去看了一下 專利制度其實在歐洲是蠻早就有了 據稱在15世紀的時候 威尼斯就有這個專利權在保護特定的玻璃製品 玻璃製造商 但是專利制度在這個電器時代裡面 其實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大家都在爭奪專利 那一旦你掌握了專利 你就可以整個一次浮風喚雨 在山場上打腎臟 那麼當然這個過程裡面很重要的就是變壓器 為什麼變壓器這麼重要 因為高壓的話很適合就是長程的輸電 長距離的運輸電的話用高壓電是比較好 但是你絕對不會在家裡裝個10萬伏特吧 那太危險了 所以沒有錯 你要把電壓轉變 你發完電輸出去 你到用戶的地方的時候 你要變成是低電壓的電 所以這個電壓器其實在整個電流戰爭裡面是蠻關鍵的 重點就是交流電是比較適合做長程的輸電的 因為它的損耗比較小 那當然我們當然提過 電流戰爭 往往被 因為電影要好看 人物不能太多對吧 就然如果你有興趣看NAHK的大和劇的話 你就以為說所有的角色都出來了 那如果你是真正是重度歷史迷的話 你就知道很多人都沒有演 為什麼 開玩笑演下去沒有人要看 太複雜了 往往真相都非常複雜 複雜到讓你不想看下去 那戲劇之所以好看 是因為它簡單 對不對 所以其實看戲的是傻子 演戲的是瘋子 有一部分的道理在 當然電影要好看 你故事主軸要清楚 所以當然最好是有兩個人 怎麼樣 水火不容這樣才特別精彩 所以當然他們選擇了用 威士丁浩子跟愛迪森 但是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這只是背後是一個 牽扯到很多 美國跟歐洲的公司 因為這個電力是大生意 各位可以看得到 那個電力的建設 基本上是等於是 等於是一種公共建設一樣了 這不是只有錢的問題而已 這個是一個很敏感的東西 所以電流的戰爭 那你要選擇交流電還是直流電 這當時就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了 另外一個大家常常拿來當作 寄生魚和生量 魚量情節的就是 愛迪森跟特斯拉 那麼以前我們還聽說 兩個人其實同時被平民 但是因為不想跟對方分享 所以兩個人最後都沒得獎 那這個是迷思啦 因為後來呢 諾貝爾獎委員會公佈了提名資料以後 我特地去查了一下發現 哎呀果然 好聽的故事大部分都是錯的 所以特斯拉的確是被提名過 他是在1937年被提名 愛迪森也被提名過 他是1915年被提名 兩個人並沒有同一年被提名 那麼諾貝爾獎有沒有發給發明家 有 他給發明那種浮標的 燈塔的 所以這跟我們印象中的 諾貝爾獎不太一樣 對不對 好 那當然接下來 我們剛才講的都只是發電廠 那麼發電廠 擺了很多台發電 我們剛才講都是發電機 擺了很多發電機 就變成發電廠 其實也沒那麼簡單 你要一口氣 規模變大以後 就科學來講 規模變大 原理一樣 實際上來講規模變大 完全全部都不一樣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從科學變成技術 從技術變成商品 之間的一個很深的好溝存在著 那麼18 當然這個有一些 給大家知道的一些鬥姿勢 最早的時候 1878年就有用水來去驅動 因為西門子發電機已經發明了 對不對 但是他並沒有大規模 那麼一開始 1881年 你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 這個叫戈達銘 我特別去找了一下他的照片出來 三明水秀 那這個小鎮 因為跟天然氣公司談不攏 所以他們就火了說 我們要自己發電 用電燈取代油燈 天然氣燈 後來就賠錢 就收掉了 所以各位也可以想像得到 科學技術要轉化成商品 你還要能賺錢 那科學家怎麼會知道怎麼賺錢 那個真的是需要天賦 對不對 所以老師要求我們做產學合作 這真的是有點 這個再錄影我就不多說了 那麼1882年的時候 各位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藍莓的公共發電廠 因為那時候 煤很便宜 英國 煤很多的 那麼它可以驅動了一個27噸的發電機 可以向附近供電 那麼史上最早大概承認是1882年 艾迪森建立那個珍珠街的電廠 那該在哪裡 它那個呢 是可以提供給曼哈頓的下Downtown區域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一開始它給的區域其實是很小 它只能供應 因為直流電的話 它輸電不能輸太遠 輸太遠的話它滑不來 因為它會有損耗 所以這個時候是一個關鍵 交流電為什麼後來慢慢 就這個後來居上 因為變壓器 然後輸電 用交流電來輸電 把它變成高壓 然後用交流電輸電呢 損耗是少很多 所以從商業的價值來看 它就是比較高明了 那後來當然相應的 電動機啊 電鍍錶都發展出來了 所以交流電慢慢就取而代之了 那可是艾迪森也不是吃素的 那我想賀迪可能有演過他的情節 他為了想辦法讓大眾的感情 不喜歡交流電 對不對 他電死過大象 我是很懷疑 不過當時大象並不是保育類動物 今天的話大概你不能這樣做 那最噁心的事情是 他還弄了一個交流電 是弄一個電椅 我還特地找到當時報紙的插畫 以前不太有照片 他用插畫 他把一個人給電死了 而且故意弄得電腰弄得不足 所以那個人叮叮叫才死掉的 所以大眾的感情非常的不佳 對交流電 所以艾迪森這個人 自從知道這個故事以後 小時候對他的正面印象就去一半了 那當然了 歷史上很多偉大的人物並不可愛 我們要有這種認知 不要把歷史上的偉人都可愛化 沒有 很多不只不可愛 簡直是討人驗到了極點 有機會我們再來聊 那麼當然這個繼續發展下去的話 西伏公司他就開始 一路的發展下去 那當然其實歐陸也一樣 歐陸的話已經開始他們 蓋了一個175公里的書店 三項傳輸線 那這個是在 這是一個俄國工程師在德國 所以其實我們在講電流戰爭 往往只講美國 其實歐洲他也是進步的一樣 不敢說比他快 但是差不多相同的步伐的 所以歐洲的影響也是有 那當然我們講奇異公司就通用 那這個是愛迪森的公司 後來跟人家合併以後 重組成為通用公司 那這個公司前一陣子 好像弄了一點負面新聞 我們就不提了 好 那這個交流戰爭正式可以說 電流戰爭的結束 可以說就是芝加哥哥倫布 因為哥倫布是1492年發現 歐洲人發現美洲 就是美洲本來就那邊 怎麼會被發現呢 那當時當然這個政治不正確還沒有出現 所以他們就要慶祝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盛大的一個博覽會 各位 19世紀末20世紀初 那個人類超喜歡辦這種博覽會的 你可以說這是地口主義 不過反正就是很熱鬧 那就是在這個博覽會裡面 本來西屋公司他只不過就是說做承包商 後來他跟通用競爭以後 他比較便宜他贏了 可是贏了又很麻煩 為什麼 因為愛迪生有這個白智燈的專利 所以他們不能用白智燈 他們用別種燈 所以他們必須要發展自己的燈 那各位你看這個照片 我們這樣看不出來 其實當時這個博覽會的一個大賣點就是怎麼樣 燈光通宵達彈 對不對 那這種景象今天大家習以為常 對不對 你這個晚上一看 看夜景 好多都是電燈 對不對 以當時的人來講 這是很新奇的事情 那麼在這個博覽會裡面 甚至也展覽了這個特斯拉的一些東西 最有名就是他的所謂哥倫布蛋 哥倫布蛋就是他弄一弄弄一弄 這個蛋會站起來 哥倫布蛋的故事 那麼接下來的話就是交流店他就怎麼樣 變成是一個越來越龐大的一個發電廠 變成一個龐大的發電廠 而且他慢慢就是把各種東西 就是一旦你發電廠大到一種地步 他獨佔了以後 你所有東西要配合他 他出來的電視幾頻率就幾頻率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每個國家規格不一樣 你常常要帶轉接頭 不過那跟插頭有關 你如果這插頭帶不對的 你還要去買轉接頭 這很痛苦 好 所以這一部分可以看得出來 到最後甚至連通用他都選擇怎麼樣 放棄直流電 所以直流電已經是徹底的就輸了 這個是西乳公司在尼加拉瀑布層 蓋了第一個大型的水利發電廠 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 這個整個規模就越來越大 因為電這種東西沒有人不愛 沒有人不愛的 所以一鋪出你只要能夠產生出來 輸出來 那這個就是影響的層面就非常的大 那當然你要怎麼 你除了水利之外 你可以燒煤燒炭 對不對 那當然現在後續有各種各樣的 不同能源的選擇 但是骨子裡頭一樣 它產生出來就是電 就是電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發展 就是工廠電氣化 工廠就用電當作是動力 那這個影響層面是什麼呢 第一個這個便宜 第二個這個讓整個工廠的效率提高非常大 所以工業的這個我們人類的社會的工業能力 突然之間就提升好幾個 就提升得非常的快 所以只要電建設到哪裡 那你的進步就到哪裡 所以電力成了進步的象徵 這個其實有很深刻的意涵 我們今天可能已經太習慣了 如果今天跟你講說有個地方沒有電 你說怎麼可能 對不對 你很難想像有地方沒有電 除非是非常深山 沒有人住的地方 但是各位你可以想像 如果在100年前 你從外太空看過去晚上的話 就好像你今天如果 有些譬如說非洲的話 你會發現晚上的非洲還是 大部分還是 電燈數目不夠暗暗的 還是黑暗大陸 如果我們今天能夠回到100年前 然後你到外太空照一張相下去看的話 地球到晚上其實亮的地方 就只有在西歐跟美國 那這個不只是照明而已 主要就是整個國家的鋼鐵工業 造船工業造船工業造車工業等等 這一些工業 那個生長力就抖升 所以這個是一個決定 在國際局勢裡面決定誰是強者 誰是弱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所以這個電氣化變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徵 當然接下來它不只是這種均需工業 日常生活用品的工業也一樣 像這個做玻璃瓶子的 當時就有留下資料說 它的提升效率提升多少 那當然下一步的話就是怎麼樣 一旦你有了穩定的大規模動力來源的話 下一步就是自動化生產 那這個有一個很重要的人 就是亨利福特 他就把電動機引進 然後就是出名的這種所謂的 生產線的概念進來了 對不對 那麼這個是從他親口講的話講的 這個馬達讓整個 machinery arrange in order of work 等等 那事實上呢 後來亨利福特跟愛迪生 據說成了鄰居 所以他們留下了珍貴的照片 好 那你可以想像得到 在歐洲在比較先進的國家 電力是從私人的公司開始的 那相應的那些 在20世紀初比較落後的國家 那它面對這個 其他國家的進步 它馬上產生了一個很強烈的反應 所以 這在網路上你可以找得到 列寧說的 他說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 加上全國電企劃 所以電力成為象徵 它是一種對科學 對技術 對所謂人類文明進步的 信仰的一種象徵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確 當然 這個兒共的所作所為 今天我們就不討論 但是我們來看 在電力建設方面 那是很驚人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沒有垮掉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當然我們可以說 俄羅斯帝國如果好好活著 應該也做得到吧 只是這個過程可能就需要 就會有很多有錢的人 貴族 資金等等 那這個 因為變成了蘇維埃政權 所以這都沒有什麼資金了 這是完全用暴力 去強迫大家去做的 好 那當然 慢慢後來 後來也有人發現說 有更進一步的技術 其實你高壓速電 你可以用直流的 有它更長更遙遠的距離 那這個當然電力系統的話 那個進步就很多 這輪不到我物理系統來說 但是就物理的角度來看 物理都一樣 從技術的角度來看 那個是電機系的 他們的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就進入到第三個層面 我們來看 電怎麼影響到我們整個文明 那這個其實是對親切 大家最有感的一個層面 就是生活舒適嘛 其實文明跟舒適有很深刻的關係 我常常開玩笑 雖然是開玩笑 但有點道理 一個很重要的文明指標就是 上廁所舒不舒服 各位 你可以發現有些地方 你不會太想去 因為上廁所讓你覺得很恐怖 我們當兵的時候就經歷過 我不是說我們當兵的時候 文明程度比較低 但是 那當然你去一些比較發達的國家 廁所乾淨啊 方便啊 舒適啊 對不對 還有敏制馬桶啊 那所以文明是追求舒適 人類就是自然而然會追求舒適 我們常常講古羅馬文明 古羅馬文明也許在哲學上一片空白 但是古羅馬有舒適的慾場 這個就很值錢 當然文明還有很多層面 在保障嘛 安全嘛 不會突然怎麼樣 滿足就噗噗噗噗跑到你家來 對不對 保障你的安全 那文明還追蹤文明很多的層面 但文明還不只是這些 文明有保存我們記憶 對 我們可以有 你可以發現到有些古民 他有一個追溯他的記憶 他可以用很多彩多姿的方式 那這一些東西 其實也是文明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而電各位可以想像得到 電器的電影 這一些東西事實上是豐富了我們 整個文明生活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動力 那首先當然你還是要提到 很重要的一個在這裡面最重要的還是電燈 因為照明是影響到我們整個活動的一個最關鍵的因素 各位有沒有想過 在過去沒有電燈的時代 當然你可以點油燈 不過油燈很貴 你可以點蠟燭 蠟燭更貴 據說古代的人 古代的貴婦女 為什麼要塗白粉 因為燈照起來要好看 所以說塗很白的粉 那現在如果塗白粉就看起來像妖怪 對不對 那所以夜間照明事實上 它的影響不只是說 你社交的時間拉長 而是你工作時間也拉長 你的生命也拉長 你不用一大早就要去睡覺 以前你可以想像比較窮的人 他如果沒有夜間照明他能幹嘛 如果沒有月亮的話 暗暗暗你只能回家睡覺 有了電燈以後就改變了這一切 對不對 所以呢 但是在電燈是不是 我們常常講又被直約了 對不對 一講到電燈就想到愛迪生 現在當然我們知道 事情不是這樣子 這麼簡單 早在愛迪生之前就有人 做了類似 就是有電燈了 事實上第一個白字燈的裝力 是1841年就出現了 那麼後來英國1860年 它用碳做燈絲 然後把燈泡抽成半身空 它可以亮很久 所以重點電燈的價值 不是說它會亮 而是它亮很久 而且亮度是穩定的 從屋裡的角度來看電燈這個原理有什麼了不起 甚至連考試都不會考 但是從實用的價值上就非常的高 但是你要多穩定 你可以亮多久 這個就是功夫之所在 所以愛迪生之所以 跟電燈這名字連在一起 不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它創下一個紀錄 這個照片是什麼呢 這是我去京都的南邊 有一個叫石清水八番宮的地方 這是一個不太有觀光客去的景點 非日本的觀光客不多 石清水八番宮 但是我去的時候發現 他們怎麼有海報叫艾迪生 仔細一看才知道 當年艾迪生試了各式各樣的材料 據說亮得最久的 就是石清水八番宮附近的竹林生產的竹子 當然我們又不能拿一把刀 偷偷去鋸個兩隻回來 那你可以想像得到 艾迪生他就是神農藏百草 我各種材料都下去試 我不需要什麼學禮 總是給我找到了 有了這個之後 那當然後來他這個東西 就是在英國就被人家告了 各位可以看得到 在這一個電氣時代降臨的故事裡面 也伴隨了很多官司 我們應該寫一個 跟電氣有關的官司 這個應該是蠻有趣的題目 那被人家告侵權 那艾迪生後來很厲害 他不知道怎麼喬的 這個石萬就變成他合夥的 就把這個專利賣給他了 可是他在美國也被告了 那他後來我猜 大概是找了很厲害的律師 把他擺平了 但是電燈之所以重要 不只是說照明是人類活動 活動的最基本的前提 而且是因為為了照明 為了電燈建構 就是這個電網的需求 才第一次被提出來的 那當然我剛才剛講過 大規模的工業化就是需要電網 可是一開始的時候 有人這麼 這麼有遠見 這麼膽量這麼大 說我把你蓋一個好大的電網 沒有嘛 一開始是小的電網 那小的電網要幹嘛 電燈 所以一開始的電燈是有錢人 VIP的玩具 那誰呢 又是CP Morgan 你看人家有錢 是從那個時代就有錢 而且人家有錢 人家投資電燈 對不對 你看多聰明啊 那麼CP Morgan為了要炫富 他家都裝了30%等位 那這個要造成驚奇效果 所以就只好在他們家弄一個小電網 那個發電機就蓋在他家地下室 我是很好奇 不知道是燒石油的還是燒什麼的 總不會是踩腳踏車吧 那麼這個電網的需求慢慢慢慢越來越大 就是說其實大家越來越喜歡 就是電燈這個東西大家就是喜歡嘛 所以慢慢相應的 這也就是珍珠街發電廠 開創我們剛才提到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電燈的重要性不只是電燈而已 而是它其實是 刺激了電網的建立的一個重要媒體 當然電網越建就越大 一旦你建成的 那你要插什麼都可以 所以接下來呢 就是家電產品 那這些家電產品都比較晚 當然比較晚 你還沒有電力網的時候 你發明家電產品 你要裝電池嗎 電池很貴耶 不是各位那種乾電池 乾電池那個電力很弱 古代的話是還用蓄電池很大顆那種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電力在交通運輸上跟內燃機比 幾乎是潰不成均 我們就坦白講 但是在家電產品這一部分 那當然你就可以發現 電風扇你也可以找得到1880年的時候 那有位先生就把葉片裝上電動機 嗚嗚開始轉了 那就變成電風扇了 那還有吸塵器 早前吸塵器聽說相當巨大 那麼甚至還有電動洗衣機 只要能夠讓它動的 你可以想像的東西都可以裝變成家電產品 那當然在這裡面還有幾樣特別提出來了 像這個電冰箱 其實冰箱很早 冰箱當然很需要 夏天的時候冰箱多好 對不對 自古以來貴族就在家裡可以蓋個冰窖 那窮人沒有冰窖 對不對 只能在晚上做夢 但是呢 冰箱不一定要裝電 但是電冰箱讓冰箱的效率提高很多 它有壓縮機 那我這本書叫做 這個阿因斯坦冰箱 先講一下 其實這個題目不是我選的 這是出版社建議的 我又沒那個 那其實阿因斯坦冰箱 阿因斯坦曾經發明過冰箱 大家想說 哇 這麼偉大科學家 做這麼小的事情 那是因為在柏林呢 當時用的冷煤有毒 那個壓縮機用久了總是會有縫 然後就 廣線有縫然後就毒死人了 然後阿因斯坦慈悲為懷 就跟他的學生希拉德兩個研究說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用這個壓縮器 也一樣有冰箱呢 所以他們就發明了這個冰箱 但是這個冰箱並不實用 所以並沒有大賣 後來人家發明了沒有毒的冷煤 他們就沒有商業價值了 所以偉大的科學家通常沒有商業價值 OK 請大家牢記 那麼 除了冰箱以外呢 空調 那空調的話 事實上這個一開始 當然熱力學發展以後 大家也知道 這個原理都很簡單 可是真的要做出空調來 沒那麼簡單 那誰發明了 開利 欸 奇怪 這個好像是一家冷氣公司的名字 對 就是他 那他一開始設計這個空調是幹嘛的 猜猜看 印刷廠 印刷廠需要特定的溫度 那後來第一個空調的建築是一個醫院 那個醫院 他後面那個原來的那個空調的那個 零件還在那邊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烤麵包機也是 那而且這個我特別提的是 欸 要烤兩面的麵包機 早期的烤麵包機 只能烤一面 還要自己翻面 那後來你可以自動兩面 然後呢到了1921年還會跳起來 OK 所以當然人類的生活就越來越舒適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看這個是居家生活 接下來我們來看流生機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記憶 我們的娛樂 那流生機他比較早 他不需要插電的 他用電子 一開始可以裝電池 1877年流生機 這是愛迪生最引以為好的一個發明 不是電燈 不是什麼直流電 而是流生機 那麼事實上很有趣 第一句被流生機錄下來的話 是瑪麗有隻小綿羊 我的綿還寫錯了 真不好意思 OK 那當然這個 這個技術幫我後來慢慢 進化嘛 因為磁性物質的理解越來越多 卡帶 我們小時候是卡帶 現在當然也很 你現在當然也很少聽卡帶 對不對 只有CD 現在CD大概也不聽了 這要MP3 對不對 現在在網路上聽就好了 那當然 但是這些技術 一樣的 可以追溯到是19世紀末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電影 那電影其實1895年就出來了 那盧米爾 盧米爾兄弟 這是法國人 12月28日是電影日 就是那一天 是最早 拍出電影來的 那剛開始是默片 然後後來變成是有聲片 但是我們再來看 我特別要提到這個 因為我是一個重度電影迷 那我在美國唸書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沒有在唸書 都在看電影 噓 我的學位是真的 但是我曾經借過破坦金戰艦 這在台灣你大概很少買得到 說不定買得到 那破坦金戰艦就是什麼 就是俄國革命的時候 那麼這其實是一種政治宣傳片 但是你知道嗎 政治宣傳片 藝術這種東西就是 精神所至精神圍開 就算是政治宣傳片 你只要是厲害的人拍 他還是一樣力數 那蒙太極的手法就是 這個電影開始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上網去找找看 那當然呢 政治宣傳 這個納粹也是政治宣傳的高手 那這一位女導演 他拍的是什麼 意志的勝利 各位可以看得到 紐倫堡的這個大遊行 那底下這個是1936年 柏林奧運 特別拍的 Olympia 所以各位你可以再一次 我講過嘛 知識就是力量 藝術也是力量 但是不一定是好的力量 那接下來當然 最後提到的是 稍微提到一下是錄影機 那之所以提到錄影機呢 其實它是一個很商業化的東西 那麼 但是對我們這一代的人來講 我們小時候經歷過 小片跟大片的戰爭 Beta跟VHS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再一次就告訴各位 科學技術 最後在商場上決勝負 往往不是科學在決定勝負的 科學的 它可能進去的科學的成分就是這樣子 真正決勝負往往是規模 或者一些不可預測的一些因素 好 那到最後 剩下的一點時間呢 我看一下多少時間 夠了 講到這個層面 是大家比較沒有去思考的 因為我們講到文明 就覺得說文明是一種消費性的東西 文明是一種追求舒適的東西 文明是一種生產性的東西 但是其實人類的文明很可貴的是 它是怎麼樣 累積性的 特別是知識的累積 各位想想想看 三百年前只有少數 大概一個首長可以取出來的人會為積分 現在在座多少人會為積分 這個就是進步不是嗎 知識的累積啊 難的東西以前覺得難 慢慢它就變得簡單 大家都會就簡單 其實它本 沒有什麼本質難於簡單 會的人多就變簡單 會的人少就很難 所以知識的追求 那你說電氣時代的來臨 跟知識追求有什麼關係 大有關係 為什麼大有關係 電磁波是到目前為止 仍然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探索大自然的工具 沒有之一 那麼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到 電磁波裡面有波長很長的微波 無線電 波長很短的X光 我們今天會講到這兩個 然後後面我們會提到一些別的東西 所以講到無線電的話 那當然 以前我們只能看可見光的天文學 一旦我們能夠有電磁學的知識 我們就可以用無線電做天文學 所以這個非常早期 1930年就有人 他只是偶然間發現 怎麼有訊號 慢慢他了解到 這個訊號不是從太陽來的 所以這個是最早的一個 從偵測到 從太空來的無線電波 波遠的一個紀錄 那後來當然 就有人見出一個非常大型的 無線電的望遠鏡 在1950年代的時候 他們就有系統的發展 無線電的天文學 那麼無線電的天文學 有很多的成就 比如說脈衝心 脈衝心就是中子心 它會發出穩定的無線電波 所以最早發現這個脈衝心的時候 是一個女研究生 那個時候這個發現還被 這個MI5把它怎麼樣 把它classify起來 為什麼 他們擔心這個是外星人 當然不是 可是這是中子心 脈衝心 那無線電的天文學發展 當然可以去量這個星系的旋轉 這個引發的我們今年的相關的 諾貝爾講就是安物質 那這個當然跟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我本來要介紹宇宙背景輻射 後來我決定算了 我相信各位你可以從這個 展望系列之前的很多 以前這個紀錄裡面 YouTube等等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詳盡的 我就不好意思在這邊獻醜了 因為我是研究核子結構 我不是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 但是總是要湊點熱鬧 所以我們來談一下 這個最近非常熱的一個 世間世界望遠鏡 這個有夠落口 簡單的來講 他就是微波望遠鏡 那麼去觀測什麼東西 他們認為有一個地方有黑洞 所以他去觀測它 所以這個我想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直接 這張照片看起來很像在微笑 對不對 這今年的四月的時候 所以這就是無限天文學 一個非常獨特的一個 因為它其實是靠很多望遠鏡 然後用相位乾涉的原理 然後它是算出來的 並不是真的有人看到這個影像 這個影像是計算出來的 那麼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 波長非常長的微波 可以讓我們看到黑 我們不能講看到黑洞 講這種話就沒有學問了 我們可以看到黑洞的輪廓 另一方面 S官可以讓我們看到非常細微的結構 那麼在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發現就是DNA 這個DNA的結構是一位女物理學家的貢獻 她很不幸一年早逝沒機會得獎 那她的這個就是DNA的照片 那這個其實就是雙螺旋結構 所以我們人的這個遺傳的知名就是被解開 這是1953年的事情 那另一方面S官還有其他的用處 有一個叫S螢光 那各位你看這個圖 我利用高的能量進去 然後另外一個電子的能接出來 那這叫S螢光 那S螢光有什麼用處呢 事實上很有趣 因為我是在曼徹斯特當博士後的時候 在電視 各位不好意思 又沒有工作 又在看電視 那在看電視的時候看到這個介紹 他們發現阿基米德重寫本 什麼是重寫本呢 就是阿基米德有一本很重要的書 可是因為沒有人看得懂 所以他被洗掉了 洗掉之後呢 因為羊皮寫在羊皮紙上 羊皮很貴啊 對不對 所以他把羊皮紙重新翻過來 重新騰寫 騰寫什麼東西 可以呈現一些聖經或宗教類的文章 但是呢 他看得出來 他還是可以隱隱約約看到 他被洗掉的那些痕跡 他被洗掉的 就是阿基米德的一個重要的著作 後來失傳了 所以為了把這個 阿基米德失傳的這本書 後來被發現 然後學者就用各式各樣 用可見光、紅外光、S光 想要重建這本書 但是呢 在這個重建這個書呢 有一頁居然是被整頁被漆 畫上了這個 宗教圖像 據說是為了讓他看起來比較有價值 後來的人偽造的 那這個時候什麼光都看不到啦 怎麼辦呢 登登 X螢光 為什麼X螢光可以 因為阿基米德這個著作 是用當時使用的墨水 還有非常特殊的鐵 它會發出特殊的螢光 所謂X螢光就可以看出來 所以後來他們就解讀出來 如果各位有興趣 你可以打阿基米德重寫本 那麼 有一次我去日本開會呢 沒有認證開會 又在看電視了 結果就看到這個新聞 所以京都有一個廟 小廟叫廟傳寺 裡面有一尊佛像是長這樣 腳翹一邊 那這個姿態是非常早期的佛像 那這個佛像是誰刻的呢 後來他們發現 這個是朝鮮半島來的 怎麼這麼厲害 因為他們用手提的X光儀器 去做鑑定 發現裡面是90%的銅跟10%的錫 只有朝鮮半島是用這樣子的原料 據說後來他們就把那個佛像放到博物館 然後用一個3D列一個 仿製品放在廟裡面大家拜 你要知道在日本發現 朝鮮時代的 從朝鮮來的佛 那是非常早期的佛 那個文化價值很高 那這個是電磁波 那除了電磁波以外 事實上電磁學用磁 用磁的效應有很多廟用 磁性是一個非常神奇的東西 那我們這邊就簡單的介紹 就是所謂的核磁共振 那核磁共振是誰發明的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位拉比 他是我的主師爺 他是我的指導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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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沾光 這個學生無能 只好靠這個沾光 那麼核磁共振基本上他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如果本身有一個磁偶級的話 你放不同頻率的磁長下去 他會懸近 從他懸近的速度就可以去得到一些資訊 簡單的來講 那所以他可以做很多的化學分析 但是 對我們來講真正有用的是所謂的 我想大家都聽過MRI 對不對 當然這個聽起來有點不太吉祥 去醫院做這個檢查那個檢查 通常這年頭很多檢查不是做CT 就是電腦斷層影像 就是用MRI 那MRI其實他就是因為你 人體大部分都是水 裡面的氫原子 所以他你用氫原子 對這些磁場的反應 你就可以去製造出一個影像 製造 特別是我們體內的一些軟組織的影像 那MRI好處在哪裡呢 他不是輻射線 他是磁場而已 各位 長磁場 強磁場其實是不會人體 我不敢說百分之長沒有傷害 絕對比輻射線安全 所以相對來講 他沒有侵入性 他比較安全 那他有些 當然他有他的缺點 比如說 你如果是體內有裝什麼支架 什麼 那這個用MRI就很麻煩 所以MRI成為一個醫療的利器 那這個就是電磁學帶給我們的 延長我們的壽命 各位不是只有唸醫科才能延長人類的壽命 唸物理一樣可以延長壽命 我深科系教他們普務就教這個 不過沒有人理我 可能我教的不好 那最後的最後的最後 我看我多少時間 哇 五分鐘 可以啦 因為我是一個核子物理學家 所以我一定要講一下加速器 那麼加速器無庸置疑的是 電器時代才會有的神器 那麼栗子加速器一開始人類其實很可憐 因為那個自然放射性 其實自然放射性都很弱 所以做實驗就弱弱的 那怎麼辦呢 就要加速啊 所以在1928年的時候 就做出來了加速器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這麼窮壯為伍的加速器 高壓直線 那他就是第一次把一個做實驗 把原子核給裂開來的 這是世界第一個 在劍橋大學的卡文迪西實驗室 那第二個在哪裡呢 各位 在這個二號館 全世界第二個 在二號館 不知道有沒有重組好 那個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就是特別介紹這個 那這是直線加速器的 那後來呢 直線加速器 有它的一些很大的問題 所以後來在1931年的時候呢 美國科學家勞倫斯他發明了回旋加速器 那這個回旋加速器就很厲害 它可以加速的更高啦 那麼這個回旋加速器呢 在40年代初呢 可以說是當時科學的利器 那麼我們後來很多的實驗 就是你要讓一個粒子速度夠快 讓兩個粒子碰撞 然後速度要給它足夠大的動能 你就是需要用這種回旋加速器 也就是透過磁場不斷的加速 帶電粒子在磁場裡面會繞著轉 就是這個簡單的 這原理聽起來非常簡單 但是實際上沒那麼簡單 好 那所以這個回旋加速器後來呢 在40年代其實它在核物裡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說你要產生夠快的這個 撞擊的東西才能把把給打 給裂開來 那後來這個回旋加速器 事實上是成為了不但是粒子物理研究 也是核物理 譬如說我們今天到了比較50年代以後 你要形成新的元素 就是你在那個週期表 我們今年是週期表150週年 對不對 現在週期表到多少 118嘛 對不對 那形成這些 但是自然的元素只到94就是布 所以布以後的這個都是人工製造 那你要怎麼製造很簡單 你用一個把能量調到剛好 撞到另外一個把 然後它會很生命很短暫的形成一個原子核 然後甩變甩變甩變 這就是所謂操縱元素 那這個都是用所謂的回旋加速器 那當然最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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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一定要談一下粒子物理的這個 我們的聖地大強子對撞機 在法國跟瑞士的邊際 蓋了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圓圈 可以把粒子加速得非常的快 幹嘛 撞它 因為用足夠高的能量 我們才能看到質量夠高的粒子 那當然在2010年的時候 都發現了有名的西格子 那麼跟各位報告一下 很不幸的是到目前為止 除了西格子之外 好像還沒有看到別的東西 這是讓人家有點憂鬱的 不過讓我們保持希望 You never know 所以我想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回頭來看 我們剛才跟各位提到 今天希望用四個角度來去觀看 定期時代的來臨 對我們文明的影響 那麼我想最後 嬰兒有沒有用呢 這個留給各位 還沒結束 不要跑 工商服務時間 這個是我呢 因這個物理商業看的邀請呢 就是 from time to time 就是三不五時呢 就寫些文章 那後來就集結成策 那麼 那今年7月的時候出版 那這個文章呢 那這個文章呢 裡面就有 蠻多今天提到的這些電磁學相關的人物 所以裡面有第二個部分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部分 所以這個怎麼 應該來問一些問題 來等一下 也許我們找時間 把它送出去 ok 好 那就今天的研究就 時間剛好 就到這邊